台湾艺人刘辛悠3月4日将代表阿迪达斯主张扎达马拉松赛跑 阿迪达斯特意为他量身定造了一对价值1200元的跑鞋 阿迪达斯运用先进独特的技术收集辛悠的脚型数据 打造出只属于辛悠的精美跑鞋 在两脚的过程当中辛悠发现自己的右脚竟然比左脚大出几公分 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关于10公里马拉松赛事辛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他说10公里已经是最短的路程 我只选择了整段路的四分之一来跑 在经过一段时间练跑后 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跑长跑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清自己 问他昨年节是不是有约会 他楚楚可怜的说 我想我要在飞机上度过这样的日子了 那去年第一次在跑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个位置我几乎要放弃了 可是我一直不停的就跑 就是终于给我跑完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整件马拉松给我得到的一个启示是 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小看自己的极限 我觉得有恒心是可以做到的 我都可以做到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这个很难忘的情人节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叫难忘的情人节啊 其实我自己会蛮喜欢一些比较踏实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平常情侣已经很甜蜜了 所以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不需要做太多特别的事情 可能就是一起弄一餐来吃饭 然后看个电影吧 我觉得已经很甜蜜了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